还记得图善妮吗?终于现身透露当年闪婚闪离的原因!坦言,前夫居然逼迫嫌淑的她!做出这件事情! 台北逊冰山伟人图善妮,现身公是胡瓜唐启阳主持的大脑先生,宛如洞灵般的图善妮,风采魅力不减当年。 在心理专家的测试下,她也深谈当年闪婚闪离的原因,访谈将在明三斜杠16晚90公示播出。 还记得图善妮吗?终于现身透露当年闪婚闪离的原因!坦言,前夫居然逼迫嫌淑的她!做出这件事情! 台北逊冰山伟人图善妮,现身公是胡瓜唐启阳主持的大脑先生,宛如洞灵般的图善妮,风采魅力不减当年。 在心理专家的测试下,她也深谈当年闪婚闪离的原因,访谈将在明三斜杠16晚90公示播出。 在偶像剧出现之前,花系列戏剧在台湾掀起一股热潮,当时图善妮演出超过50部作品,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但她大红大紫之际,却依然暂停拍摄,休息长达十年时间,今年才又重返荧光幕。 冰山美人的外表,却有着极端相反的内在性格,心理专家分析图善妮自己不了解,别人却看在眼里的盲目,我性格是三分钟热度。 心理资商师吴佩宇表示她在人际关系以及跟感情相处上有一些情况也是三分钟热度。 图善妮说这个我承认。 图善妮也透露当年闪婚闪离的原因表示,刚好在32岁碰到认识四年的那个人,两人有提议结婚,但对方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他本身有移民的问题,怕两个国家间有问题,所以他提议我们先结等于说是试婚。 图善妮解释说那时想如果我们两个觉得不合适,我们就是自己把它撤掉就好,我们两个人自己的是自己知道就好。 但后来消息被媒体披露,报了就变两家人的事了,结婚情客的,一情客就不得了了,台湾的法律情客就变正式,就慢慢推到这样子。 她说但最后结果就是事不成,所以不到一年就结束了,还表示我妈前一阵子还说,你有结果婚吗? 图善妮也提到这十年很多时间我是独处,这段婚姻让我感觉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不是个适合婚姻的人,我有太多想法自我的理想要去完成,除非是一个了解我的男人可以旁边支持我,但如果说他是像台湾传统男性要你去当辅助,在家当太太,那我没有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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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